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 很多東西都趕快 有時我們很用心地做一些作品出來 有很多細緻的東西 很希望他們能夠欣賞到 而他們是真的忽量了 很多東西都可能是一睞眼 拍照、打張卡就算了 我是紅子健的Andy 是一位落高專業認證大師 來到燒燒的工場 裡面是擺滿了淋淋中中 大大細細實太覺意的佛像 我覺得他的工藝 可以說是習伯家的大成 尤其是有很多很細緻的位置 要是懂得欣賞藝術品的人 才可以細心地留意得到 我入學55年 我是跟爸爸學習的 當時我爸爸教我磨刀 最重要的 如果不懂磨刀就不用做的 第一個用的刀就是斬刀 就是用來挑紙的 最重要的是那把刀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是很難摸的 就是用來挑頭髮的 怎樣去挑木才能夠滑呢 就是要順著木紋來挑的 如果相反的 譬如蠅紋這樣挑 那些纖維就豎起了 就變成不美了 80年代的神像舖 多數是集中在新田地界 就在街乎中方街 直到過大樓多一段 我試過有一個水上人 拿了一百多個神像 叫我來翻身 他如數家珍地說 這是他太光的 他太老爺 一直整個家族都數出來 他認得了 如果用文字的神主派 他認不到 水上人的神像 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廣東派神像 廣東派風格 是沒有那麼注重一些細節 只是注重神像的形態 比例站的 就是頭佔身體的七分之一 坐是五分之一 打坐是三分之一 跟其他派別有些不同 用來供奉的神像 通常是用張木做的 程序就是把原木 變成一個四方形的木頭 就是開始定個頭在哪個位置 接著就開始打胚 我們用刀來鑿 然後就收光 收光就把細節 再清楚一點表現出來 之後就是開棉 最後可以由七 現在香港的天后神像 通常是福潔派的 以前多數是廣東派的 現在我做的天后 就是以廣東派為主 賞識就是跟著福潔派 因為他們的色彩是相當豐富的 作為一個神像的工藝師 不可以顧布置風 應該經常去參觀一下 其他人的作品 我覺得如果你做神像的時候 做得好是公德 做得不好是一種罪業 所以我每一次做神像 都是用這個信念去做的 所以很多作品都是涉管的 成全是需要一生一世的 我們這行是一個宗教藝術 是離不開宗教的 如果你抱著一個玩玩的心態 這一世都不會成功 從一塊塊的積木堆砌成今天那種大大小小的作品 雕和砌當中 雖然大家形式不一樣 但是做作品的本質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這次有機會接觸到一種在香港將近消失的手工業 穆雕神像 我本身對藏傳佛教是有些研究的 他們的藝術典藏是非常豐富的 我希望透過混合和配合新和舊 為我將來的作品找到一個新的可能性 結合傳統的雕刻 再用現代的手法 去砌出幾個新風格的佛像 去回應蕭師傅的作品 我相信木雕神像這種傳統 只要有人懂得尊重它、欣賞它 將它繼續應用在日常生活 那麼這種手藝 就有傳承下去的空間